看看新闻网 去年的一部电影《归来》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新一代的某女郎张慧文 这个小妮子出道的作品就和陈道明、巩俐一起来标系 这个规格是相当的高 只是这个归来下档之后就很少有这位新任某女郎的消息了 那么在时隔了小半年之后张慧文竟然传出了绯闻 那这个对象会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 9月22号不少网络媒体报道了某女郎张慧文的最新消息 报道称近日张慧文从外地回到北京 回家之后立刻换装出门 接她的车是张艺谋的座驾 前往的目的地是张艺谋的私人住所 深夜十点钟左右白色豪车驶出别墅车库 此时张慧文已经在张艺谋别墅逗留三个小时 当天张慧文从外地回京 习不暇暖便匆匆前往张艺谋的私人住所与导师见面 文章后段描述张艺谋与先任妻子 陈婷公开关系之后 虽然同住北京但仍然分居两处 陈婷照顾三个子女的生活学业 老毛自责以工作室和私人别墅为生活重心 并不和妻子一块住 整篇文章用于暧昧一向低调的某女郎张慧文竟然 与恩氏张艺谋传出绯闻 记者发现这条报道有两处疑点 第一 通篇详细描述但没有任何现场照片曝光 第二 文章署名的风情工作室 此前因为爆料老毛子超生 双方曾经产生间隙 张艺谋和这位新任某女郎到底是什么关系 回看电影归来的相关视频 的确可以看出张艺谋对这位新任某女郎的看重 我见慧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那个眼睛很大很亮 铿腔的这种文章小将的这个神气目光等等 是我所需要的 当时为了让第一次拍戏的张慧文真正融入角色 做到监视机那头的张艺谋都是用剧中的名字单单称呼她 张慧文第一次跟着张艺谋走上国际电影节的红毯的时候 张艺谋也不时指点响姨子 让她挺胸抬头走在前面 刚刚大学毕业的张慧文 虽然没有毛女郎张子怡出路锋芒时的那番能说会道 我没有当年张艺谋导演发掘我 连导演提携我 也许真的张子怡今天还在 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毛女郎 以你手自亮相时的惊艳一片 Kris I want Kris I want to tell you Working with you is such an unforgettable working experience for me Thank you so much 但是在妮妮周冬与豆子里门户之后 老毛子培养出的毛女郎 目前只有张慧文的工作合约 还与她同属乐视迎接旗下 我没有想得太远 导演要给你什么建议 导演他就说你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 一定要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充实自己 行人面对这样的绯闻报道 尤其绯闻对象 还是挖掘自己出道的恩师 到底会做何反应呢 记者拨打了乐视影业方面 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一句不是事实 师徒关系就能够澄清的新闻 张慧文方面却如此回应 会不会太反常了呢 一开始他们周围人还挺担心 会不会有人说你是他的女儿 张导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如此看重张慧文呢 接下来再现编辑吧